茶已经成为我们日常饮品,也是深受大众喜爱的宝剂饮品,因为其中含有多种药效成分,如茶多酚,汁多糖,芳香木质,食物碱等,发挥着抗辐射,防拔,像血糖血脂,抗衰老等作用。 长期喝对人体有益处,但喝茶也有一些禁忌,要注意,喝茶有三个好处。 一,兴奋提神,茶液体提神作用的主要是含有两种物质,咖啡解,防弯纯带化合物,这两种物质能加速肾上线垂体活动,阻止血液中而茶斑的降解,又到而茶斑案的生物合成的功效。 而而茶本具有促进兴奋功能,二明目护眼,茶液富含丰富的维生素C,特别是绿茶,而维生素C若顺度不足,导致眼部的经状体困浊,容易会白内障。 因此,长期喝绿茶有益于保护眼睛。 三,消炎灭菌,茶液中还有一种物质,叫做儿茶素类化合物,它对立体,伤害感菌等病云细菌,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。 喝茶的经济要知道,一,空腹不野茶,早上空腹喝茶依照传茶醉,导致头晕,心慌,此剧无力,处需看等情况,这主要是咖啡机在作罪。 二,最好别用茶水服药,药物种类反多,不能直接下定论说,不能用茶水服药,如回生素类药物,用茶水服用还能促进吸收。 不过,对大部分药物来说,最好避免用茶水服药,避免茶液成分,影响药物疗效。 三,酒后,不饮弄茶,酒醇时,热门茶出现心悸,脉搏加快,头晕,此剧无力等症状。 上述有讲过,喝茶能起到兴奋提神的作用,这会进一步加重心脏的负担,这对心脏功能不好的人来说,十分危险的。 四,因此,喝茶可以解酒,但不宜饮浓茶。 四,未病患者不宜喝浓茶,一般而言,北中的银酸二枝没有,能够抑制胃酸分泌,但绿茶中茶且,会抑制没个作用,让胃酸增加,此即未必,并防碍溃疡瘾,因此,未病患者尽量不饮浓茶。 五,妇女儿童一喝清淡茶,女性通常存在缺铁性贫血,浓茶中的溶酸会让铁制沉淀,因效吸收,因此,女性还是少喝浓茶好。 而从适量养茶和增进食欲,防止肥胖,增加营养,防止蛀牙,抗电视辐射等。 不过,儿童一间不可超过一颗茶叶,更不要睡前饮用,并,头晕失眠不宜过量喝茶。 茶叶中含有多种兴奋中枢,即周围神经系统的成分,如果喝太多,尤其是浓茶,会导致神经系统和全身兴奋,让心跳加速,事业流速加快,影响睡眠,因此,神经衰弱或头晕失眠的人,不宜过量饮茶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